我开始为228尽心尽力 差不多将近30年了 做各种各样的平反工作 我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不要因为有偏见的存在 就忽略了这30年来的努力 我觉得这个看法非常奇怪 我开始为228尽心尽力 差不多将近30年了 制定这个补偿条例 后来改成赔偿条例 然后呢做各种各样的平反工作 我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我不晓得李律师这样子批评 我的依据是什么 这我倒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你恐怕问他 不能问我 我们就228 我从开始推动的工作以来 就一直道歉过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 我觉得不会 如果有些人有偏见的话 我们当然会努力去说服了 但是不要因为有偏见的存在 就忽略了这30年来的努力 还好 我习惯了 我当然会参加 只要他邀请我就去 我觉得是他们找借口 因为我八年执政 实施九二共识 使得两岸能够和平繁荣 并且稳定了我们的外交关系 他们做不到就不愿意做 这是不对的 到现在为止 他们拿不出任何替代的方案出来 如果还要这样批评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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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